1月一线城市新房价格集体上涨 昆明二手房涨幅全国第一 2月21日 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022年首月 70城新房及二手房价格变动情况 70个大中城市中 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下降 城市分别为39个和55个 比上月分别减少11个和8个 银川、重庆分别成为新房价格涨幅同环比榜首城市 但涨幅均低于1.5%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、统计师省、国庆解读指出 各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 销售价格环比上涨或降幅收窄 环比下降城市个数减少 同比涨幅总体回落 同比下降城市个数增加 统计局数据显示 1月份 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 由上月下降0.1%转为上涨 0.6% 北京、上海、广州和深圳分别上涨1.0% 0.6%、0.5%和0.5% 同比来看 四个一线城市新房价格上涨4.4% 涨幅与上月相同 二线城市新房价格同样止跌转涨 环比由上月下降0.3% 转为上涨0.1% 同比上涨2.5% 涨幅比上月分别回落0.3个百分点 三线城市新房价格环比下降0.2% 降幅比上月均收窄0.1个百分点 同比上涨0.5% 涨幅比上月回落0.4个百分点 贝壳研究院首席市场分析师徐晓乐分析认为 环比上月各线城市价格均修复 一线城市修复较快 1月一线城市新房价格平均环比止跌转涨 重点省会城市及三线城市房价停止下跌 或跌幅收窄 同比方面 各线城市同比涨幅总体回落 涨幅均在5%以内 这代表从较长周期看城市房价整体平稳 值得注意的是 70个大中城市中 1月份新房及二手房环比下降的城市在减少 同比下降的城市略有增加 新房和二房价格同比下降 城市分别有20个和30个 比上月分别增加3个和4个 徐晓乐指出 环比下跌城市个数减少 多数城市跌幅收窄 主要是去年第四季度以来 金融信贷环境边际改善 促进市场量成交驻底 量的积极表现向价格端传递 减缓了房价下跌压力 从数据上看 一线城市二手房保持了上月的涨幅 环比上涨0.1% 其中北京 上海分别上涨0.5%和0.6% 广州 深圳分别下降0.2%和0.5% 二线 三线城市 二手房价格环比分别下降 0.2%和0.4% 降幅均收窄0.1个百分点 一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 颜月静 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 根据简单算术平均计算 一月份 70个城二手房价格指数环比下跌 0.3% 同比上涨0.3% 从指数特征看 房价指数环比跌幅出现了收窄 和一手房特征类似 今年一月份信贷政策继续宽松 各地对于房地产市场的政策明显持宽容和鼓励态度 客观上都使得去年尤其是下半年 二手房萧条的态势得到遏制 从城市排名来看 昆明、成都 上海成为一月份二手房环比涨幅最高的城市 但涨幅均在0.8%以下 从二手房价格涨跌城市数量看 去年11月份上涨城市为3个 12月份为6个 今年一月份增至10个 严月静认为 这都说明当前房价方面开始走出最低迷时期 从排序上看 成都和昆明出现了较快上涨 值得留意的是 云南房地产市场这两年其实并不景气 但是二手房数据表现略强势 要防范2021年 昆明房地产开发投资数据疲软 导致的房源略偏紧 压力可能向二手房市场传导 对于后市展望 严月静表示 一月份的数据释放了积极信号 说明经过去年第四季度积极得当的政策调整 尤其是金融信贷政策 房价过冷或过快下跌态势开始得到遏制 近期一些城市出现了首付比例下调的政策 显示目前房贷政策继续趋于宽松 同时能够在很大程度上降低购房入市门槛 对于激活市场交易有积极作用 随着市场交易的复苏 后续价格方面也会有积极表现 总体上政策底、市场底、企业底的传导机制很清晰 后续市场基本面有进一步趋好的可能